另外第一河川局今天针对在南洋溪上耕作的农民 做禁止使用生鸡粪除草剂的宣导 并加强说明相关法令规定 希望大家共同遵守维护南洋溪的自然生态 在河川局的邀请之下 一百多位的农民前来了解各项法令的解说宣导 尤其依然特别重视环保 所以河川局跟环保局互相配合 要让农民遵守相关规定 最重要的就是来听听我们种植物的心声 到底我们政府的政策在他们配合资格有什么困难 我们政府要进一步来帮帮我们这个建筑的农民 来达到河川生态的保护 也可以让我们种植物的行善可以有一个保障 好方安全 是国家不可以兼顾的地点 这次宣导的重点就是要规范农民 不要再使用生机笨 非法农药还有粗草剂 以及农业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即使用生机笨 对啊 要让人家保护身体健康 也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是 不错啦 还有回料的部分啦 就是鸡份啦 所以就是鸡份不能再用 就是要去回料啦 你去回料就是标识就是说中文标准区 要再回料 它一定有它的合格的标志 还有对面 还有它的日期 时间 还有它这个制造的那个产商 所以不会用鸡份啦 对应该是 最好是不要用鸡份啦 因为要不然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 就餐饮一大堆喔 那不太好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主导具就是 因为我刚才所看到这种 它所呈现出来的啊 大概我们都稍微回去注意这些部分啦 我们对于这个使用有问题的肥料这个部分 虽然在发那个字号上面是有的 来源端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产生恶臭呢 我们也会配合在这个田间呢 做空气采样的工作 那一旦违反空腹法 我们还是会出发 那第二个是除草剂 在甲列水体头 大部分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们也禁止在河川区里头呢 使用这种有鱼毒 就是会毒死鱼的这个鱼毒的这个农药 跟那个除草剂 一旦发现使用呢 我们也会给予这个开阀 那这个开阀最重要的这个处罚呢 可能河川区也会同时撤销 你的使用这个出用的许可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同时也要来宣导了 因为可能在这个种植之后的 这些废弃物的清理 也希望能够农民能够配合 因为种植完成之后的这个台风期 就会让这些废弃物到处漂流 那这些东西我们也是 在宣导之后呢 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那个处罚 如果发现废弃物没有清理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给予这个当事人 做这些那个废弃物清理法里头的相关处罚 环保局表示 经过法律宣导后 未来会加强稽查 一有违规将会开罚 同时涉销民众的独立使用权 宜兰修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所以 还有